大家好,這兩個多月來,相信大家都不停地去和病毒抗爭了 市民每天都在提心吊膽地做好各種措施 而卡洛斯和自己的團隊也不斷地為大家打造這個配件 到今天,我和我的團隊差不多已經發出了一千套的Mars Ring 即是有一千人已經舒緩到口罩短缺的問題 而且非常非常好消息,我們加了印刷之後真的印得很快 現在最近發出的那一單已經追到九百多號 相信在排隊的人都不多 而且就算在排隊很快都會收到 如果真的清光了,卡洛斯和我們的義工就會想想 可以再為社會做多些什麼呢? 想到了 接著我們就會送出3D打印DIY面罩了 要知道詳細情況,請你今天的節目一定要看到最後 提提大家,如果大家都喜歡《風琴奇俠卡洛斯》的頻道 請按右下角的訂閱 如果想第一時間接到新影片的通知,請按叮噹 也都歡迎大家按讚和留言問卡洛斯問題 問大家一句,如果大家戴著防毒口罩和MASKRINE出街 還會不會戴眼鏡呢? 因為假使有人迎面噴飛沫過來,口罩有東西擋住 眼又怎麼辦呢? 這個問題很實際,卡洛斯就會戴當副黑超 但這個方法一般出街都可以用 但如果在工作上需要接觸大量的人,又會怎樣做呢? 醫護人員一般都會用防護很嚴謹的頭罩 這個我看上來好像我用木工車床時那種面罩 也都有醫護告訴我,他們這種面罩是一次性的 但隨著供應不足,他們都要開始重用 而每次重用都要消毒清洗 大家都知道,醫護人員配備不足已經不是新聞了 而我們民間製作這些配件,也都幫不到他們 為什麼呢?因為職案要求,就算有人捐出大量配備給他們 醫管局都要很嚴謹地去審查 然後才讓他們用 多數都發不了給他們 醫護我們幫不了,但還有很多人需要這種東西 卡洛斯是老師 最近我們學校一直在擔心 4月24號真的要考DSE 考評局又指,會加強市場的防疫措施 包括規定監考員和考生戴口罩 為什麼呢?因為學生進來我們學校做市場考試 我們要找洪海先幫他們量體溫 36.12 36.12 好 到對準考證的時候,還要請同學除了口罩 我想同事都很擔心這件事 怕很容易受到感染 除了我們老師之外還有清潔工人 你擔心都沒辦法的,永成 不是,隨便找些人打掛著你 不知道,到時候先吧 他們每天對著這麼多棄置的垃圾 這些真的是病菌溫床來的 真的是高危職業來的 為了這件事,世界各地的Maker 都一起在這裡碰腦筋 大家都想盡辦法去拿一些DIY的配置出來 令大家都可以自保 我見過最簡單的就是 拿一塊透明膠片 切兩個洞 然後用一個口罩 綁在臉上 就已經是一個面罩了 比較靠譜的 我見過有一個女人用的頭褲 穿過一些Clear Folder 我覺得製作也是很簡單的 有些會利用到摩索貼、海綿等等的配件 做出來比較帥 而且保護眼頭上面的位置 令到整個面部的密封 即使長時間對著人混 都可以擋著飛沫 卡洛斯又參加了很多不同的團體 很多團體都在做這件事 包括我們自己的科技教育學會 聯同了很多前線的D&T老師 一起設計和製作這種面罩 希望能幫到更加多的人 而我們這個 一直為大家打印Mars Ring的 移印Mars Ring 全程小團隊 自然也不甘後忍 正如剛才所說 當我們移印的口罩配件 已經走上軌道 照顧到大部分的人之後 我們的義工都在各自發表意見 希望做多些產品來支持不同的人士 既然大家都有這麼想法 那卡洛斯作為Founder 早幾天我都決定了 邀請我們團隊裏面的兩位設計師 分別就是Heta和C Plus兩位幫忙 他們兩位一向都對立體的設計和打印很有研究 亦都是從Day1開始 就和卡洛斯合作一起打印Mars Ring的好拍檔 我希望利用他們兩個不同的腦袋 分別設計出兩種不同款式的產品 而又可以幫助到上述人士去面對疫情 但我亦都設出了一些設計的細則 第一 由於我們現在的團隊 擁有最多就是3D printer 所以我要求他們的設計 就以3D打印這個配件為主 但打印件之外還要配合其他配件 例如透明膠 或者海綿 魔術貼等等 由於這些配件 我們是不會負責的 所以我希望這些配件盡量少一點 而第三 就是我們將這些3D打印件 好像以前那樣送出去 家裡的朋友 你收到配件之後 要自己做DIY製作成的面罩 所以我希望工序不要太過複雜 讓一般人都可以自己製作出來 經過了幾天的研究 他們都給出了很多產品的圓形出來 好像我手上這個3D打印的頭盆 再加上打空的透明膠片 就是HETA 的設計 這樣打下來我都覺得蠻舒服的 但我相信如果用家不是戴帽的話 前壓這個部份還要改良一下 而C Plus 的設計很不同 它就不是一個固 而是兩個劫子 但是將膠片做了一些立體的剪材 只要用一條橡筋綁起兩個球 而固在頭後面 我相信保護能力都很強 兩位現在都很積極地去改良產品 希望可以用到3D打印 配合最少的配件 讓大家可以自己DIY到 有實際效能的防護面罩 到了今天卡洛斯出片為止 我相信它兩位已經進入 這個最後最後的測試階段 但設計和製作 尤其是這類和命有關的產品 絕對不是義氣的 所以卡洛斯都不斷跟它們研究和討論 千萬不要心急 要真正成熟了 才可以拿出來給大家訂製 而我們希望過多兩日 我們就會達到共識 兩款產品都100%達標 還有所有外交配件 我們都拿到一個標準 教大家怎樣去買 之後我們就會好像以前那樣 開放一份Google Form 給大家填寫和免費申請 當然我們都會訂出一些條件 例如什麼人才有資格申請 以及之前已經訂製過Mars Ring 現在又如何去重複申請這個新產品 大家如果想知道 訂製這種新產品的流程和DIY的方法 那就要密切留意我的影片 記得加讚和留言 卡洛斯非常需要你們的支持